第十 在新人婚礼上 夫妻互相蒙 蒙约启示 总统就职宣誓 在法德操之宣誓 在传福音队下时 我们会说那些属神的 所应许的启示吗 我们用最高的简洁的语言 告诉他们信息 他们会问我们 这些是属于神允许的启示吗 圣经里面 耶稣说不可启示 什么事都不可启 但是你要注意 他讲话是指哪样的事 不要指着地启示 不要指着天启示 因为那个启示 犹太人他们长期以来 形成了一种错误的习惯 就是说谎要启示 害得上帝要为他的谎言 去背书 所以拉上帝于不义 就是妄称神的名 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好像不起事就办不了事 耶稣说你们的话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意思就是比起说谎 启示还不如做诚实人 时间长了 大家都建立起来 对人格的信任 这个人正直 他不用启示 他也说的话 我相信 这帮人都是鬼一样 互相说谎 一句话是三个舌头 一句话有八个谎 你再启示也没人信 结果还亵渎神 上帝说你耶稣说你的话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雅各书也是同样的原理 比起说谎 启示还不如做个诚实人 这样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因为你这样启示 只能是羞辱神 亵渎神 让别人亵渎神 我是基督徒 我撒完账了 以前是有这种 舍账的文化 小卖布 现在是几乎 舍账不太多了 特别是小区里饭店 这个王老板 我现在着急等等 其实现在也不存在那个情况 忘带手机了 扫不了码了 可能先拿去 回头再来给你发个红包 也就罢了 以前是小卖布可以设账的 什么合作社可以设账的 商店也可以设账 批发布也可以设账 因为什么都是熟 记账就行 秋后算账 什么吃饭 饭下馆子 单位都设账 我是基督徒 我忘带钱了 我明天给你送来 好吧 一听基督徒诚实 第二天人没影了 第三天也不是忘了 就故意 这样就是说谎 其实勿用神的名字 跟欺账是没什么区别 所以重点是做诚实人 第二 不要羞辱神的名 忘成神的名 既然说了谎 你就不要启示 成真实实 比欺账是要好得多 第三 它不是反对启示 耶稣重点是不要起假事 做诚实人 比起做说谎了 本身已经是罪了 还要拉着神的名字 羞辱神的名 亵渎神的名 忘成神的名 这个就更罪的了 所以说什么事都不要起 诚诚实实做 说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是最好的 比起起事 说诚实话是更好 那什么事都不能起吗 不是的 我们看到使徒们也启示 对不对 保罗也指 我指着良心 什么我所侍奉的主 这就是拉着主来为自己做见证吗 甚至婚约的时候 当然是在神的面前 一种誓言 是吧 这个都是合理的 就职的时候也可以吧 重点不是不可以启示 重点是要做诚实正直的人 起完事了 结完婚了 那个婚约就忘了 无论疾病患难什么 都陪着你 都爱你 专爱你 然后结婚三年以后 单位里面的小妹 长得又漂亮 人又温柔 这个跟自己家里的什么 所谓的这个 已经养孩子 生了孩子 体型也变了 生活模的也造了 也不像恋爱的时候那么说话那么甜了 也不叫歌了 开始直呼你的名字了 然后看着也腻了 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然后旁边这个黏糊 你那个后背 天天黏糊 你就心动 就把它当爱情 然后心里面就出轨 想想婚约 是有益处的 神圣的 庄重的 不只是结婚的一个仪式而已 是真的郑重的在神的面前 强调婚姻在神的面前的神圣性 虽然不是什么圣礼 但是婚姻的神圣性是不容藐视的 人类所有的关系里面 婚姻是第一顺位 儿女和父母的关系都不能超越夫妻的关系 唯一二人成为一体的只有夫妻关系 乃什么妈宝男 那个也不是合乎圣经的 离开父母不只是空间上的 是经济上的心理上都要离开 偶尔听听他们建议行 但是不能什么话 我妈怎么说 我爸怎么说 那样的人不适合结婚 应该跟父母相守到老 所以圣经说要离开 所以第一关系就是 有的人女人男人 生了孩子 配偶就撇在一边了 这个都是错误的关系 一定出问题 所以基督教的世界观 基督教的人际关系 那种观念一定要整理起来 启示不是不可启 慎重启 庄重的法庭里面 正式的场合需要启示 但是要慎重对待 启完事就做假监政说谎 那个是神所恨无的 对待就说要不可启示是否